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样的美食像桃酥又像馅饼 还要放在土缸中存储 真的是甜咸 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当地人制作羊杂汤 为什么要用到羊脑 这是我在这个牧场里面离我最近的一位邻居 走着的话大概要三个多小时 跨越距离的友情 酱油肉不放酱油 却有浓郁的酱香味 那是为什么呢 我先闻一闻 果然是沉淀出来的味道 真的不一般 好浓郁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茶布市 探寻香煎美味 乌兰茶布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乌兰茶布是蒙古语 意为红色的山口 这里是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 由木文明与农耕文明水乳交融的沃土 乌兰茶布人的饮食当中 隐藏着大道质茧的生活智慧 有一种美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放在土缸中可以长期存储 这种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看一看 看一下 这是月饼吗 是啊 好多人 我得挤进来 这个还真不太像我们平常吃的月饼 拌一下 拌一下 好像没有 没有馅儿 没有馅儿 这就是我们分成月饼 没有馅儿的月饼 但是闻起来味道很香 这是用那个红麻油做的 它特别像那种蓬松起来的桃酥 那又比桃酥稍微软一点点 他们家哪样东西最好吃 感觉像是月饼 还是最爱吃这个最传统的月饼 您没听错 这种美食叫风筝月饼 此月饼非比月饼 它像桃酥 有着充实饱满 顶部开口的造型 绵密蓬松 甜香适宜的口感 魏忠大哥一家三代 都是制作风筝月饼的首艺人 在当地小有名气 风筝月饼现做现吃 风味独特 长期储存之后再吃 别有一番滋味 风筝月饼要想长期储存 独家秘方是什么 魏哥 像方镇这边吃这种独特的月饼的历史有多久了 出了万里茶道 往北走 出了山西大桶之后 第一站 就是分镇 受这个中原面点文化的影响 和那个游牧民族的糕点 做了一个结合交融 一般的情况下要保充得到 放在缸里边 可以放一年都没有问题 那这就是家里边的一个存粮了 魏大哥说 要带味道调查员见识一下 创意版风筝月饼 就连馅料都要耐存储 在小院里是吗 对 做这个牛肉干月饼 牛肉干月饼 我今天还没尝到这个口味呢 先把牛肉做成牛肉干 然后再把它做到月饼里边 一年到头 什么时候会做呢 一般到了丽秋之后 宰羊杀牛 送去做牛肉干 这切好的条 腌制一般会用到些什么东西腌呢 葱头 青菜 芹菜和洋葱 就用青菜的味道给它去腥是吧 加点盐 好 就这样抓匀是不是 对 腌多长时间就可以了 腌制三四个小时 现在抹了料的牛肉条 已经非常香了 可以了 我这边挂好了 其实就在院子里面 牵一根绳就可以了 对 就是避免下雨天 一般都是选择好天气 做这个事情 刀锋划骨 牛肉被切成长条 腌制入味 挂于屋檐之下风干 这种工艺不仅保留了牛肉的原有口感 还赋予了牛肉干独特的风味 风干美食 可谓是人们的智慧结晶 魏大哥说 要想牛肉干更香更有嚼劲 光风干可不够 烤制 这边烤的就是已经风干过的是吗 对 你看 这里边都已经干透了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吃了 就非常有嚼劲 很耐嚼啊 烤制 可以使牛肉中的水分蒸发 香味更加浓郁 咬上一口 肉香会在口腔中蔓延 魏大哥说 牛肉干是适合存储的食材 它跟风筝月饼相结合 那是强强联合 第一步烧水就是先把糖水融合 搅拌 包括蜂蜜 是棉白糖还是冰糖 一起 都要是吗 对 还有蜂蜜 我看棉白糖其实要多很多 大概是4比1 4的棉白糖 1的冰糖 对 为什么要三种甜味的东西 混合在一块 混在月饼里边加了蜂蜜的话 第一是可以上色 第二可以保持它的湿度 然后棉白糖 蓬松的作用 冰糖是为了 冰糖是为了不让它甜腻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做月饼 家里边教你 12 3岁的时候 就开始教做月饼了 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仪式吗 我这门技术要传承到你的手里了 那个时候就是小孩就比较好奇 但是反而不愿意让你去学 因为感觉你不一定能做好反而会添乱 当时我就特别想学这个扎眼 然后父亲就说 你先拿一块泥把到后边去练扎眼 等你练熟练了 在一分钟之内能够扎够25个月饼的时候 才能去食操这边 所以魏哥的做月饼是从玩你一把开始的 然后慢慢慢慢地就可以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了 是吧 对 魏大哥说 在过去 面油糖的比例是10比2比2 也就是传统的二油二糖 而在魏大哥父亲那一代 改良成了四油四糖 面油糖的比例是10比4比4 也叫满油糖 高油高糖使微生物生长繁殖比较受限 所以它的保存时间更长 揉面 裹上芝麻整齐码放在烤盘里 接下来要制作带有牛肉干馅料的风筝月饼了 这可是魏大哥的创意月饼 首先要把牛肉干上锅蒸 上汽了之后扔到里面 首先要把它切碎 现在其实就好切很多 用这些溶砂馅 然后就可以中和一下这个牛肉干的硬度 柔软 明白了 现在就是一个豆沙中包着很多牛肉粒的一个状态 将牛肉干蒸制 使其吸收水分 肉质回软 切丁 与准备好的豆沙馅搅拌 牛肉干筋道 豆沙馅细腻 两者结合 使得馅料的口感更加丰富适口 用面团包裹住 撒上芝麻 放进烤盘 这就是咱们这个分钟月面传统的火炉和尼鲁 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这里头 两个烘烤分区 咱们这一侧 那边也可以 两边都可以 同时 相当于有四台机器同时在做 是不是 传统的这种机器 底下就直接加碳进来就可以了 是吧 对对对 现在咱们就到了这个最后一个环节 烘烤环节了 这里面其实已经预热了的 对吧 已经达到了250度左右 然后就直接放进来 对 好 中间我们还要有什么操作吗 分钟月面呢 中间还有一个扎眼排气的过程 多长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开炉一下 7分钟 7分钟之后我们要开炉 关上 哦 有一股很浓的奶香味啊 你看一下这个扎眼 这么粗犷的手法吗 陪我来试试 这样 四下七个眼 哦还是有手法的 一二三四 中间有一个眼是重复的 哦 一二三四 热力的作用下 面饼变得蓬松 香气弥漫 这时候将月饼取出 用筷子轻轻在其表面 扎出小孔 以月饼中心为基准点 环绕扎孔 如此方式 可以使月饼开口处的造型美观 再将月饼继续烘好 月饼的扎孔之处开始翻卷 如同鲜花一般绽放 哇哦 外边其实那种甜香口 但里边真的是甜咸 对 香焦汇的一个味道 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个炉里边的这个 传统月饼怎么样了 烤熟了 哇 还得这种刚出炉的香味浓啊 热的时候 它是更加松软的 冒着热气呢 恰到好处 刚出来的时候 它外边那个脆感更明显 外焦里呢 对 里边比较暖肉 外酥里软啊 哎呀 这真的是越吃越香 怎么吃都吃不腻的感觉 就可惜我胃口不够大 没办法把这全部都消灭掉 那像平常你们吃不完怎么办 吃不完呢 它就放到盘子里边储存 其实刚烤出来它是一种味道 储存完之后 是另外一种更好的风味 你们要放的盘子是 哦 就是我们底下这个是吗 里边放了这么多呢 这个就是 以前老一辈人都传下来嘛 虫取比较方便 啊 就随取随用对不对 对对对 风筝人还将月饼放在土缸中保存 再放上苹果和鲜花 月饼会吸收苹果的果香 与鲜花的花香 为了香气持久 会隔断时间更换一次苹果和鲜花 风筝月饼适合长期储存 方便携带 而受到当地人的喜爱 乌兰茶部是草原思路万里茶道的见证者 以前的人们以牛羊马匹交换丝绸与茶叶 四子王岐是草原茂盛之地 羊在这里是重要的经济物品 也是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美味 好壮观啊 这有多少只羊啊 这一群羊大概三百多吧 三百多只 三百多只 我们一点都跟不上了 我看里面的品种是不是 有好几种啊 对 它有绵羊 有山羊 现在基本上举目四望 就是天地羊群和我们 吕静南大姐 坐拥一千多只羊 三片牧场 是四子王岐里 鼎鼎有名的养羊大户 更是制作羊肉美食的高手 他制作羊肉菜肴 要先煎牛棒骨 还要过滤羊脑 制作方法如此特别的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步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肉呢 放到冷水里面 焯下水吗 对 焯下水 好 直接冷水下锅 你像草原上面的风 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 吃了羊肉之后 是不是身上也比较能抵御风寒一点 对 因为能看到我们俩 现在的头发四处飞散 是因为草原上这边 没有任何的遮挡 风非常大 对 加点葱姜 对 那我们就等它开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血沫去一下 就把它捞出来 吕大姐说 她制作的第一道拿手美食 就是鸿焖羊肉 她要用一种快壮的油脂来制作 那会是什么呢 这个是牛油块是吗 对对 是的 为什么想到用牛油呢 牛的这个脂肪部分 和我们羊肉的话 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 牛羊一过咸 两种香味是吧 对 我们在这道菜里面 不放水的 是用这个油 放完香料之后呢 用羊肉本身自带的油脂 从内向外 把这个肉拌手 牛油入锅 化开后 放入葱 姜 花椒 桂皮等调味料 吕大姐说 她制作的鸿焖羊肉 全程不加一滴水 主要靠羊肉本身的油脂和水分 她认为 这样才能将羊肉的鲜香 最大化地激发出来 制作鸿焖羊肉的时候 吕大姐讲起了 与羊结缘的故事 您是当年的大学生 对不对 对 是的 大学毕业之后 我参加工作 然后在一个很有然的机会呢 然后认识了一个姐姐 我从她呢 得到了一群羊 大概的数目就是200多 快300只 大师对于一个 做办公室的我来说 这两三百只羊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 就像一场灾难一样 对啊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 来处理这个东西 怎么办呢 我也曾经想过 把它卖掉 一次性解决 但是后期我会发现 有了小羊 我后来又有点舍不得 所以说 我在这个中间 我发现 我可能在这个羊上面 我可以做一点什么 除了鸿焖羊肉之外 羊杂汤 是她另一道拿手好菜 她说 这时候 牛磅骨和羊脑 就该出场了 加一块牛油 对 把骨头下锅 稍微煎一下 对 这个汤呢 一会儿开了之后呢 小火 达到三个小时以上 才可以用这锅汤 煎过的牛磅骨 炖汤时 可以使汤色更加纯香 色泽更加奶白 炖煮中 浓郁香味 弥漫开来 吕大姐说 要像羊杂汤好喝 一定要加入羊脑 羊脑呢 加入之后呢 会让这个汤的奶白色 更加浓郁 相当于把这羊脑 给它炸成了这种酱一样的东西 就这样挤啊 对 是的 它就很细腻了 出来的 对 是的 膏状的 将羊脑用纱布包裹 用力挤压成糊状 在放入膏汤汁中 使得汤汁更为浓稠绵密 滋味醇红 这是吕大姐在不断尝试 制作羊杂汤时总结的经验 来 羊杂下锅 肺 还有心 还有肠 出锅 现在要改刀了 对不对 对 感觉到这个肚子脆了 对 切成小丝 我们刚才熬制的这个高汤 浓汤先下锅 羊杂入锅 来了 辣椒油 你看 从这个汤色就能看出来它的口味 这个羊杂呢 我们就稍稍等它一下 让你学一个我们草原上最正宗的一个灌血潮 风水帆是太大了 就是 好学吗 做这个血肠 这个也不太好学 不太好学 这是放什么呢 放油 油 羊油吗 羊油拌到羊血里面 对 是 再放点面 面的话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 凝固的一个作用 然后要调一些葱花 葱花 增香 增香的 盐还得调调味道 对 就往里一咬是吧 对 这得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 对 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呢 因为这是我在这个牧场里面 离我最近的一位邻居 走着的话大概要三个多小时 明白了 就是最近的走三个多小时能见着人 就是见到这位姐姐是不是 是的 跨越距离的友情 是 它是整套的羊肠 然后就这样灌下来的 在冷水的状态下把它下锅 煮一下 我们需要煮一下 羊心 羊肝 羊肚切条后 下锅 大火烧开 浓汤翻滚 加入明艳动人的辣椒油 汤水油摆转红 滚烫沸腾 这时 不加一滴水的鸿焖羊肉 和辣香十足的羊杂汤 就做好了 怎么样 真的好吃 加了辣油跟那种原味的羊杂汤 就完全不同的口感 是的 它是那种特别香辣的 对 香辣口的 而且我们做的这个辣椒油 其实不是那么辣 我觉得它香更多 是的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汤底里边 又加了羊脑 又用了大骨 所以它很浓稠 而且很鲜 是吧 对 你们平常也就这么分着吃 对 来来来来 一人来一块 今天我们就做的好吃吧 好吃 好吃 哇 这个怎么这么香啊 特别香 我觉得这里边加的羊油特别重要 就吃完了 嘴巴里边都是很润很滑 冬天 吃上一口软烂的羊肉 喝上一碗暖洋洋的羊杂汤 温暖的是味蕾 治愈的是心灵 这些美食 也代表着吕大姐 对这片草原和羊儿的真情厚意 牛肉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美食之一 内蒙古乌兰茶部的冯丽宏大姐 是制作牛肉美食的高手 她制作的传统酱牛肉 不放酱油 却酱香十足 制作的蜜汁牛肉 味甜似蜜 却没加白糖 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诶 冯姐 咱们这养牛的地方怎么有点特别 在菜地里头 是这样的 草原的草枯黄了 正好我们这几天收割有机花菜 所以正好的菜叶能给牛补充一些营养 所以我们就把它们赶在这一块 我看其实好像每头牛的耳朵上面都会有个小排排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身份证 它是要溯源的 像您的话一般怎么去挑优质的牛呢 我们就是以背 背平了以后 完了宽度够我们的要求 它基本上能载到四百多斤肉 纯肉 完了这就可以 这头黑的就不行 它几倍是凸起又凹下 这头就可以了 这头是平的 冯大姐制作酱牛肉 不放酱油依然酱香十足 到底有什么秘方呢 最拿手的还是我们的牛腱子 我们来学一学这个 做酱牛肉呢 一般就是牛腱子 是这块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腱子肉是最好的 牛前腿牛后腿 它都有这个腱子 分前腱子后腱子 冯大姐用二十多年时间 将只有四张桌子的大排档 经营成了乌兰茶部 家喻户晓的饭店 接下来就要揭秘 酱牛肉的独特制作方法 咱们把它凉水下锅就可以 放葱和姜 可以吗 好了 我们开锅把这个血沫撇出来 好 你看牛腱子多紧实 它已经是把这个血水去掉了 好 来 那其实做酱牛肉 很重要的是它这个酱汁的味道 对不对 一个是选料的关键 一个是它的料的关键 怎么能做出那么好吃的酱汁呢 这个一个是我们有13味调料 另外一个呢 主要是我们那个传承的老汤 这个就是您说的老汤吗 对 我先闻一闻啊 果然是沉淀出来的味道 真的不一般 因为这个老汤 很浓郁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这个老汤呢 就像咱们的影子似的 留一部分老汤 完了以后再加足够的 这十几位调料 再加一点水 我们的料是花椒 大料 八角 茴香 桂皮 料里面哪样是最重要的呢 牛肉离不开 大料呀 大料还是最基础的最重要 桂皮 全部入锅吗 全部入锅 好嘞 好 然后再装清水对吧 清水是老汤的一倍 入锅 将干香菇 丁香 小茴香等调料 加入老汤 加上清水 放入牛肉 小火炖煮 重新增添的调味料 可以使老汤的味道 更加醇厚 牛肉缓缓地吸收 卤汤中的精华 这时候冯大姐要揭晓 不放酱油 却酱香十足的酱牛肉 独特秘方 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酱牛肉 不加酱油 它就是拿这个调色 蒸香 咱们再取一点点汤 好 这个汤是关键 是吗 这个真的就代替了酱油 可以了 颜色很浓 这个可以了 酱腐乳这件事 也是从老一辈的传下来的吗 是呢 也是一个配方 这个我们就可以往这个汤里放了 好 腐乳 口感绵密 豆香十足 将腐乳与老汤充分融合 一为牛肉上晒 二为牛肉赋予醇厚的滋味 腐乳就是冯大姐制作酱牛肉的秘方了 接下来要探寻 蜜汁牛肉不放糖的缘由了 这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品甜菜 特别像一个大型的土豆 那这个是削完皮之后的 这个是削了皮 以后就是这样了 削了皮就比较白净 对 你看看它是什么味道 好 甜度其实很高 吃起来特别像脆萝卜 但是味道是甘蔗甜 甜菜 在当地叫糖菜 它耐寒耐汗 富含糖分 在内蒙古广泛种植 先把它擦成丝 就加一点水就可以了 加一点点水 对 它本身里边也有水分 什么都不用再加了 不用了 就等着它蒸发水蒸气 蒸发完了以后 咱们把杂质捞出来 再熬一会儿 它就成为糖袭了 甜菜丝与清水 一同入锅熬煮 随着熬煮愈发浓稠 捞出甜菜丝 糖水继续炖煮 糖水中的蔗糖 经过高温加热 分解为果糖和葡萄糖 经过一段时间的焦化反应 浓稠的糖稀 呈现出厚重的鹤红色 冯大姐说 糖稀只是制作蜜汁牛肉的第一步 下面的制作方式更加独特 这是牛里脊这块 把它切成条 好 这是沙葱和我们刚刚切的甜菜 对 它也是叫蒙古韭菜 这个和羊肉配上食和牛肉配上食 都特别有营养 甜菜 铺底 一点点别的东西都没有 我们就要我们当地的食材 还原它本身最好的味道 平常也喜欢琢磨一些新的菜品 是 沙葱铺在上面 它就是能沙葱的味道浸在牛肉里面 开火让它焖汁 牛里脊切条放在甜菜上 沙葱覆盖在牛里脊上 大火蒸汁 在甜菜与沙葱的包裹之下 牛肉多了一抹植物的芬芳 经过蒸汁的牛里脊 口感更加顺滑爽口 这时糖稀要登场了 相当于给它爆香一下对不对 香味出来了 好 下到葱姜油里 对 加一点点咸盐 一点点就可以 再来一点 好咯 好 好嘞 好 这个稍微收收汁就可以了 看着真的是很简单 对 就这样 就这样就可以了 糖稀包裹牛肉 使其拥有了一层明艳的外衣 甜咸也就在此刻完成了煎容 大家给提点意见 真的很不错 甜味的体肉口挺特别的 吃到重点了 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 酱牛肉 还是那个老味道 我们没有加过多的那种调味料 它吃起来就是香 而且越嚼越香 茴味很好 对 真的是茴味特别的香 你看大家你看 嘖嘖称赞 酱牛肉入口筋到坍牙 经营饱满的蜜汁牛肉 清甜不腻 能将家乡物产融入美食中 这是冯大姐的骄傲 味中大哥家的月饼房 在创新更多味道的月饼 吕靖南大姐继续养羊 继续制作更多的羊肉美食 让美味和欢乐在餐桌上传递 这是他们家几代人 共同的信念 一餐一饭都包含乡情 这是当地人对故乡的眷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谢您的观众 各位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